同樣也是國際焦點 俄國精英現在是聚集在巴赫姆特與烏克蘭基站 武軍為了要前置他們在此處決定繼續留下來保衛 更多訊息我們請記者李蘇橫帶我們了解 好 二五還在持續的基站 那麼現在這個基站區是來到了巴赫姆特這個地方 其實巴赫姆特它距離前線是有1200公里的 可是俄羅斯方面相當注重這個地方 因為認為說拿下這個地方就可以前進到其他的烏克蘭城市 那麼現在在這邊有包含訓練有素的軍人 專業軍隊以及僱傭兵 俄軍的精英是集中在巴赫姆特這個地區 但是現在俄軍方面也有一些些的危機 為什麼呢 因為傳出說至少已經有3萬人在這邊陣亡 那麼現在烏克蘭當然全力要來防守 說是兩大目標 這個是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科他所提到的 他就說要盡力的減少俄羅斯精英 讓他們來疲於戰鬥 而第二方面也要將資源集中在別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圈技就很有可能可以來進行反攻了 而烏克蘭方面會繼續的保衛巴赫姆特 瓦格納的首領也證實部隊是已經逼近了巴赫姆特市中心 但是取得進展的代價卻是傷亡慘重 我們再交給作痕 好在俄羅斯攻擊巴赫姆特 已經是滿長一段了 已經是有七個月了 那麼瓦格納軍團就形容說 這場戰役的血腥就好像是絞肉機 已經在俄國有42座城市 現在說是人力不夠 說是也要趕快來招募人力 不過並沒有透露說到底招了多少人 而現在俄羅斯政府他們要來因應 說是正在大量的產製彈藥 部隊已經收到了2023年 也就是今年所製造的最新的彈藥 但當然瓦格納軍團他們還是非常的憂慮 主要還是擔心說彈藥不足 那麼俄羅斯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 現在是還在前線作戰的 不過他們跟俄軍的嫌隙越來越大了嗎 我們再交給作痕 好 我們說到俄羅斯的僱傭的傭兵 也就是瓦格納集團 其實也傳出說他們現在和俄羅斯方面 是有茶壺內的風暴 因為怎麼說呢 因為好像這個嫌隙是越來越擴大了 過去其實瓦格納集團是幫助俄羅斯 在俄烏戰役之中立下一些戰功的 但是像是現在英國風險的分析師 這位科卡洛夫 他就在推特上發文說呢 俄羅斯的國防部啊現在是要求士兵在解放區要發生事故 那麼發生事故之後呢 竟然要表明是自己是瓦格納的成員 等於說呢是把這個過錯甩鍋給瓦格納 那裡面的事故包含很有可能是交通意外或是酒後惹事 也有可能是平民傷亡 那現在呢還有一份文件 是呢烏克蘭軍隊他們擄獲了俄軍之後 在他身上找到的文件 就說呢俄羅斯國防部呼籲士兵要當心解放區的平民 不要主動的接觸也不要接受他們的食物以及物品 還說烏克蘭軍隊是納粹主義 強調俄羅斯的領袖是絕對正確的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